大家好,我是珍妮,一个正在学习中文的加拿大女孩 那今天呢,我们来一个很特别的湖 你们可以看,这个湖非常非常大 对 我真的觉得,如果你来加拿大的逻辑下卖 那你真的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因为,对不起,现在风很大 所以可能我看起来很奇怪 我现在在BANF的城市 其实我不在BANF的里面,就是BANF的外面 但是,我们的逻辑下卖有好多好多湖,很多山 就是明显的 你们可以看,有床 床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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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是床, boat 你也可以组 canoe,或者 kayak 在这个湖,很多家庭会来这里 还有一个野餐 我觉得很可爱 很多人觉得加拿大非常非常冷 对,在冬天很冷 其实,这个山还有雪 但是,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很热 现在很热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衬衫,这样的裤子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这个湖好吗? 除了 野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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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能形容这个感觉 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 你们觉得呢 哇 OK 我们还有一个湖叫Johnson Lake 但是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很多人可以进去 然后游泳或者kayak canoe这样 但是这里的水是比较暖和的 所以很多人可以进去 因为在别的湖都很冷 对 但是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 很多家庭 很多人 哇 好 现在我们坐着在草里 草上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湖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风很少然后我觉得所有人都很开心 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地方 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去休息一下 因为我今天很累 然后这个地方真的让我感觉很轻松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和关注我哟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loves 我是 是 你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